说起做美食 韩国人在这方面还是有一手的 刚从爱宝汉堡店回来的宋爷爷 就着手为爱宝和乐宝制作两个汉堡 这是独一无二的熊猫汉堡 首先品尝汉堡的是爱宝女士 看到这么精致的汉堡爱宝轻轻扒拉 但是还是不小心掉到地上了 爱宝像那孩子一样看着 然后拿着一小块吃了起来 味道还可以就是形状有点奇怪 爱宝又挑中夹在中间的胡萝卜 最终在宋爷爷的提示下 爱宝掌握了吃汉堡的方法 接下来是给乐宝的 刚开始看到汉堡 乐宝既好奇又不知道该怎么下口 不过他用自己的方式表示很喜欢 就像以往收到喜欢的礼物一样 在身上搓揉起来 宋爷爷把掉落在地上的窝头递给乐宝 一边看着乐宝吃一边给他讲解 这是你店里的汉堡 乐宝吃得津津有味 每次吃完美食 乐宝都会停下来慢慢回味一会儿 小孩子不能吃高能量的食物 宋爷爷就给辉宝准备一根大竹笋 辉宝对竹笋爱不释手 瑞宝也得到一根大竹笋 看得出来他非常开心 下班后宋爷爷还为瑞宝辉宝准备盆盆奶 确保他们吃饱后才不去抢妈妈的汉堡 远在中国的福宝公主鼻子一酸 送爷爷我的汉堡吗 你是不是把福宝给忘了